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艾成最后一讯息曝光 王瞳反复看《失魂七天》 五字网泪崩 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艾成17日坠楼身亡 震惊演艺圈 王瞳和艾成相恋10年 除了拍戏外 几乎是朝夕相处 如今艾成奏事 身边亲友最担心的是王瞳的身心灵状况 根据《静周刊》报道 他近期靠教友的安慰勉强度日 并反复看着艾成传给他最后的一通讯息 上面写着 老婆我爱你 又单引号 王瞳这几年戏约不断 相较之下 艾成的演艺录真的比较辛苦 但今年是艾成来台20周年 他规划了纪念演唱会 和张云精一起录制的专辑也已经完成 就连MV都已经拍好 此外 艾成也计划和王瞳开网路节目 没想到艾成竟突然撒手人寰 原本相依为命的王瞳顿失依靠 他整个人像失了魂 而艾成的母亲在儿子辞世后隔天抵台 第三天发出1300字的长文声明 提到艾成不久前还相当期待婚礼 在台湾的童童和教友们也每天都陪伴着你 妈妈看到了你身边的人都这么爱你 真的很感动很感激 只是可惜你没有留给我们实现计划的机会 没人愿意相信这个意外真的发生 随之而来的就是无尽的悲痛与不舍 期待已久的婚礼前三周告别世界 任谁也难以置信 感谢您收看孟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